皇帝问齐伯的话叫 愿闻人之始生 这个始是什么阶段 就形成胚胎的 有形的那个阶段 他没问的 下一句他才问什么 对啊 何失而死何得而生 就失去什么就死了呢 得到什么就活了呢 所以短短一句话呢 他问到了什么 人是从哪里来的 对啊 我们经常说 什么叫哲学 哲学要回答一些问题 我从哪里来 你从哪 要到哪里去 但是哲学解释不了的问题 就上升到一点 我们叫道的层次 或者是像人说 叫宗教的城市 宗教要解释人的生死 何得而生 何失而死 对 所以你不得不感慨 这个中国古代人 简直好像是上古 他还有另外更高级的文明 传下来一样的感觉 就是说 他们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 那到底什么危机 以什么为师为储呢 齐伯约 就是皇帝的老师 齐伯约呢 以母为鸡 以父为顿 失神则死 得神则生也 就这么精辟几句话 就说决定你 能不能活到 一百二十岁的地下部分 最重要打的那个鸡 来源于母亲 这个顿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建的房子的栅栏 对 或者是立一个这个庙宇 或者房子的那个支柱 也就是说地上部分 对 他带个木子边 他这边是个盾牌的盾 意思就是说保卫自己 那么从他这句话来看呢 就是说决定你的身体的基 母亲的遗传 决定你将来的这种能力 外表表现出来的那种性格行为 举止来自于父亲 所以有句话说 母亲的素质决定了一个民族 还有老百姓最熟一句话叫 母肥子壮 对不对 对 母亲的身体好了 我们说以前 中国人传统挑 挑媳妇或者选妻子 他叫风乳肥屯 风乳肥屯嘛 像林黛玉那种 甲母为什么不选呢 一个病名歪歪 生理 生理不好 心理也不好 那将来你说 第一 能不能生孩子是个问题 第二 生出孩子 夭折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这个 第一 阴危机 我们说 女人属阴 男人属阳 那么埋在地下 生成次的那个原因 来自于母亲的遗传 外在表现 来自于父亲 那后边有讲的一句话叫 失神则死 得神者生也 怎么解释 失神则死 这是中医的 最精辟的一句话 中医最根本的理论 大家说起来 有人说是阴阳理论 有人说是五行理论 其实阴阳五行 在说一种关系 中医我个人认为 最根本的理论 是精气神学说 什么是神 精气神理论的根本 一个是叫炼精 化气 物质变成能量 汽油燃烧 放出光芒 放出热量 产生推动力 这大家都可以理解 然后气又能化成神 比如说我们的喜怒哀乐 情绪 我们的爱恨情仇 感情 以至于我们神油物外的 那种想法 这些都是我们物质 肉身变成能量 化生出来的 这是一条线 但是别忘了 还有一条线 就是我们中医的 理论是什么呢 这种神 就是那种形而上的 看不见摸不着的 情绪情感 会产生一种能量 然后呢 这种能量聚久了 又会变成一种物质 它是一个圆圈 这个东西有意思 是吧 对 你比如说 中医讲 怒则气上 一生气 怒法冲冠 气往上顶 就是说 你的情绪 推动了一种能量 再往上走 是吧 如果你抑制这个怒气呢 它产生一种 淤怒淤解 结在这 所以气得肝疼 慢慢的 它就变成了 开始是一口气 然后就形成了一种 有形的物质 好多人做体检 我有肝内血管瘤 或者我有肝硬化 我有 长出肝癌了 对 那你想想 这个有形物质 它不是一天展成的吧 对 哪天产生的 开始不就是个情绪吗 对 这个情绪是什么呢 不就是我们形而上 那种精神 情感方面的东西吗 对 说反向来说 精神也可以创造 对了 所以皇帝的老师 骑驳说 当人就像一个收音机 各种零件 骑背 通上电 调到某个频率以后 接收到了 原本在这个世界上 就存在的某种信息 波 或者说波 这时候就好像 你调到那个波段 哎 一下收到旅游卫视了 得神 保护色 是生物净化出的能力 碳露者智能防晒 体肤一 光照电色 专业防晒 这是我的保护色 碳露者 来自然之后 来自然之后 这次的二组 尽